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仍然靠近一个月前达到的一个三年新低 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3月份欧元区生产者物价指数 过去9个月该指数一直在下降 下跌的能源价格是其罪魁祸首 家园交易者要关注的是格林尼治时间下午4点钟 加拿大业航行长史蒂芬·波洛茨 将参加与洛杉矶举办的 美肯研究院全球会议的小组讨论 晚间10点45分将要发布的是 非常重要的新西兰第一季度劳工报告 第四季度的报告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 失业率下跌超过0.7个百分点 触及6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晚间11点半将要发布的是 4月份澳大利亚服务表现指数 3月份该指数下跌 在积极区域仅仅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您正在收看的是周二的经济之旅 我是杰西卡沃克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三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